哈喽大家好我是雅莎 这个星期我一直在整理家里面 所以现在家里面非常的干净整洁 我在想估计也维持不了几天 所以我就趁现在赶紧做一个apartment tour 其实这个主题我一直想做 因为这个apartment对于我和土土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 我在这里完成了我的硕士毕业 然后土土也即将完成他的博士毕业 然后我们还在这里领了证 组成了自己的小家 所以说这个apartment对于我和土土来说 都非常非常的值得纪念 那我就先从门口开始录 这里是我们进门的地方 首先一进门右边 这里就是放钥匙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加湿器 因为冬天家里面非常的干 所以我们就弄了一台加湿器 然后一直在这里喷雾 应该看得见吧 这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中国节 然后这里放的是防疫物资 免洗洗手液和有酒精啊消毒用的 还有口罩什么的 然后下面是工具箱 然后右边这一块就是平常清洁用的 扫把吸尘器什么的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鞋柜 一排鞋子 然后上面就是一些不常用的 还有一些空的鞋盒子 然后我们再继续 团团出来 团团出来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杂物间接洗衣房 这边是烘干机 这边是洗衣机 然后这边都是杂物 超级乱 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然后我们回到门口 搬开水进来的地方 左边就是厨房 这是厨房的倒台 我好不容易把上面都清干净了 现在上面放了一瓶绿螺做装饰 然后旁边这两个是蜡烛 这个瓶子是王志和的 我觉得这瓶子超好看 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然后这边是厨房 这个是冰箱 这个冰箱是可以直接装水喝的 然后这边是我们炒菜的地方 这边没有明火 就是电磁炉 下边是烤箱 美国这边的抽油烟机 我也是醉了 就是它的油并不是抽到外面去 它是把油抽回家里面 所以导致上面的柜子非常的油 我也是不知道 它这个抽油烟机的意义在哪里 然后这个是今天晚上备好的食材 这边是Costco买的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它有各种不一样的调料 然后就不用自己再买一袋一袋的了 这边是咖啡机 然后这个是保鲜膜 这个保鲜膜也是用了好久 用了有三年了还没用完 这个是洗碗机 然后这个机器是做热水的 可以直接出热水 下面就是团团的吃饭的地方 之前是放在过道上 然后我觉得过道上灰太大了 于是就放到了这里来 然后回到刚开始的地方 这是团团的猫砂盆 然后它的猫包我放在这里 它很喜欢往这边跳 这个过道右边我们放了一个板子 这是我们去年过节的时候贴的装饰 然后现在这不是也快过年了吗 可能就要拆掉了 然后这个是团团的体重表 这边是我们19年年底回北京的时候照的 这是我团团 这是我的神仙婆婆 还有神仙公公 这是我跟团团领证时候的照片 然后再往前走 这一块是新辟出来的 打印机放到了这里 然后这块就是放东西的地方 这上面放的都是团团的用具 它的猫薄荷 然后书毛的梳子剪指甲的 还有玩具 还有它的牵引绳 还有些其他的猫咪用品 然后这里边是一堆lotion 护手霜什么的 然后下面都是一些其他的杂物 这个桌子就是我们两个的书桌 这边是土团的 那边是我的 这个桌子就基本上一直是超级乱的状态 我已经尽力收拾了 现在已经是最整洁的时候了 然后这边就是团团的猫耙架 下面是它的猫抓 它很喜欢一起床 就跑到那上面抓两下 然后会去玩那个老鼠什么的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客厅 一个超大的沙发 然后还有茶几 我们会在这里吃饭 然后这边是电视柜 这里是游戏机 下面是一个音箱 然后这里是一堆土土的游戏 然后这里是两个书架 这个黑色的书架是IKEA买的 放满了东西 这绿炉已经长风了 我就放在上面没有管它 然后墙上挂的是我画的两幅画 这盆是团团的猫草 我把它放到这里来了 因为我放在地上的时候 团团就去咬它 现在已经咬成这个样子了 我现在为了解救它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团团够不到的地方 所以希望它能长回去 然后再往那外边就是阳台 因为现在是冬天 基本上我们冬天就不出去 哦对了 沙发上我也放了一个猫抓板 然后团团就不会抓沙发 它都会喜欢抓这里 那我现在出去阳台给大家看一眼吧 好了我爬出来了 今天外面在下雨 能听见雨声 这边是我死掉的绿螺 因为我忘记拿进去了 放在外面晒死了 这三框都是西红柿 现在也都枯掉了 这个是木瓜 自己从超市买的木瓜 我把那个籽挖进去 然后它长得很大 但是现在冬天我也没管它 所以它也是枯萎了 然后这边是葱 这个葱还长得挺好的 这边也是一盆花 之前是紫色的花 据说这个花好像明年还会再开 所以现在还是活着的 这边是我们种的辣椒 它叶子枯了 但是辣椒还在这 它现在已经变成干辣椒了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两辆单车 就冬天也没有骑过 我们夏天还骑了会儿 现在就放在这里藏灰 然后两个滑板也是放在那里藏灰 然后继续往这里走 这边就是一个镜子 上面是我的三幅画 然后右边就是卫生间 我也放了一瓶绿螺在这里 然后这边有一个化妆镜 这是我们的牙刷洗手液 这是Waterpick 然后两个昨天才买的电动牙刷 试了一下真的刷得非常的干净 然后这边都是我的护肤用品 这边的地毯 这个地毯是上次我画画的时候 团团踩到了我的颜料 然后跑到这边来 弄到地毯上 然后这里 什么的绿缸 卫生间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卧室 这是Costco买的一个大熊 这边就是我的化妆台 这块就是常用的一些化妆用品 这边就是我的画架 这边也是我画画用的东西 然后上面是画的带珍珠耳环的团团 这个是我接下来准备画的一幅画 这是我跟图图两个人拍的照片 然后这盆多肉冬天了 也没有什么太阳了 现在就有一点点枯萎了 但是还没有死掉 所以不知道他这个冬天能不能活过来 右边放了一个沙发 可以转360度的那种 然后这边都是我的一些画材什么的 这个是我放颜料的地方 然后最近团团很喜欢在这上面睡觉 我就把这个小推车放在这了 我们在床上睡觉 我团团就会在这上面睡觉 所以我就给他垫了个毯子 然后这个是图图的床头柜 是放图图的衣服什么的 然后这里是我睡的一边 这里放了我们平常用的毛巾 就是我们平常会换洗的浴巾啊 擦手巾什么的 下面是我的裤子 然后是衣柜 我用这种隔层 把一些小的东西不好规制的东西都放进去 然后基本上所有的衣服我们都挂了起来 这边是我的衣服 那边是图图的衣服 最上面就是我们的一些空的行李箱 门上还放了个挂架 然后这就是我们平常穿了一次 然后不是特别脏 还可以穿第二次的 我们就挂在这里 然后门后边就是我们的大衣 上面一层 下面还有一层 基本上我们的衣服都是挂着的 就没有叠起来的了 会也不是很大 所以我还挺喜欢walking closet 挂起来一目了然都可以看到 OK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家所有的地方了 这个apartment只有811square feet 房子不大 但是什么东西都有 然后我尽量的希望把它弄得温馨一点 虽然房子是租来的 但是生活还是自己的 这个信息整理了很久 我就希望以后能保持这个状态 好的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